大家好,我是云鹤 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分享 地文弯弯曲曲的首相 那么刚刚一个人的生命线 也就是地文 出现了弯弯曲曲的这么一个走势 那么这就意味着 此人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第一个 就是说工作和生活不够稳定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称波浪式的弯曲线 它和一个比较顺的弯曲线 和一个比较直的线 它区别就在于 前者比较顺 比较直 比较稳定 那么这个弯曲的 肯定是要有起伏 要有波折 所以有这样的首相 就意味着工作和生活不够稳定 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生活多变 医生啊 这个波折比较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像这样的首文呀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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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打工 干了三年之后 感觉还不错 又续签 签六年 签九年 在国外党 漂泊 工作 十几年 到了老了以后 也赚了钱了 再回到国内来生活 那么这呢 就是往往是 这种守闻的 一个状态 所以啊 我们在 看到这个 湾曲的 地文的时候 我们还要结合 一个人的远行线 还有呢 一马功 等等呢 这个部位啊 进行综合的分析 这样才能够 更加准确 更加精准的 来预测和判断 一个人的首相的含义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那么更多精彩啊 我们下期 再会